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物联网制造基地的国产IC解决方案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中光电智能感测 跟我们合作推出的这个DSI 6484 也就是Chromemaker 1的这一款开发方案 那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中光电智能感测的AI应用工程师KC 来到现场跟大家说明这一款开发套件的一些特色以及应用方式 那之后呢我们也会有线下的实作training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踊跃报名 我们之后会秀出报名的连结 那我们今天前面呢会简单的介绍一下物联网制造基地 然后再来呢我们就会邀请到KC上来帮大家做介绍 最后最后呢我们有个live的QA 那在中间的故事中大家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我们的聊天室留言 以及就是说到时候也许你有意愿的话 可以开麦克风上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好那我这边就快速的说明一下物联网制造基地是什么 那我相信今天在这个会议室里面的大部分的朋友都是老朋友了 那也欢迎新朋友的加入 那我这边快速介绍一下我们物联网制造基地现在在做的事情 那我们呢是在做我们是承接经济部工业局的一个计划 那我们主要的部分呢是在做AILT的产品卖向量产的加速站 那我们在服务我们主要是要服务就是说有这种AILT以及数位转型需求的业者企业或是团队 然后呢我们可以运用台湾的IC能量串接跨界的软硬整合技术以及云端平台串接 希望让各个有这种AILT产品开发需求的团队以及数位转型需求的企业可以顺利的完成大家的目标 那我们在北中南就是台北台中高雄有实体的三个加速站的基地 那都欢迎大家如果你是在地的人欢迎到我们北中南物联网制造基地来跟我们互动 那我们主要三大方向一个就是国产制造推动机制也是跟今天的开发版有关的一个机制 还有第二个是可量产雏形的制造机制就是说我们会搭配一些各管事以及各案的跨域诊断的服务 可以希望帮助这些代价团队可以好好的把产品可以制作出来 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产业制造转型的机制 就是如果有些企业还需要数位转型的部分的话 也可以运用这个机制来接受我们的服务这样子 那国产制造推动机制的部分呢 就是刚刚今天大家看到的国产IC开发版 我们会跟国内的IC业者合作 推动可以开放给创新新创 还有这些数位转型的新兴的制造者 他们可以有一个开源应用的公版 然后呢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合作的种子教师 或是社团社群一起做一些实体的教案设计 做一些社群的推广 让更多更多有需求的使用者 可以顺顺利利的用这些台湾的IC开发方案 可以导入产品应用的部分 那在我们这个计划其实今年是第五年 那我们从2018到2021年之间呢 我们成功推动四款公版 公版的开发版 有瑞玉的 有联发科的 还有网联通讯的 还有新唐的联名款 那四款开发版各自有不同的特色 有四款开发版有各自不同的特色 所以如果有各种需求的人 都欢迎可以在这边做选择 OK 那就是我们推动了 我们前四年推动了这四款开发版的公版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制造 右上角的制造工具报道里面去看到 从我们的官网可以了解到 这四款开发版的比较详细的资讯 以及一些公开的案例资源 那我们累积到去年为止呢 我们也推动国产IC开发版的 也导入到很多优秀的产品 比方说我们有几大类像健康照护啊 智慧城市 穿山转型 已经智慧农业 这几个部分都有蛮优秀的作品 那我们就是在台湾IC推动这个部分呢 我们累积了这样的成果 那我们希望今年我们走AIOT的路线 可以狼挂更多更多优秀的团队 以及产品 可以跟我们一起推动这个部分 那今年度呢 当然AI的元素加了进来之后呢 我们走AIOT的高阶应用 那今天的开发版就是我们左下角这一块 中光电智能感测联名款 那它主要是用新唐的MCU 它是M484Side的这个晶片为核心 整合了WiFi跟蓝牙的无线模组 搭配了加速硅跟各种环境感测的元件 那就是非常适合各位在相关需求里面做运用 那当然我们还有就是稍早 那如果有一直follow我们的朋友们 就可以知道我们有跟HiMax 这个W1的开发版做合作 那它是我们这边有一个新的名字 叫DSI6537 那这块开发版是以超低功耗的AI为处理 去做号召 那它基本上是有直接搭配镜头感测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其他的开发版 比方说连接电子 它是走毫米波的这个应用 那再来就是下半年度 我们预计会退出联发科WiFi6这块开发版 也欢迎大家持续的follow我们 那到了第二个部分 就是可量产的雏形机制 那基本上就是刚刚提到 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个产品 需要做辅导的话 我们会协助这些团队 做一些案例的盘点 然后我们会搭配各管事的服务 协助这些团队 可以在开发的路上 各种需求 我们都会想办法帮各位团队做媒合 不论是市场评估 或者是一些外壳设计 电子电路设计 这些我们都会有相应的服务团 那我们的制造服务团 已经累计将近200家的跨界业者 可以为我们这个平台做服务跟借节 那我们希望大家的产品可以真正的落实到 验证以及推动到市场 这样子 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的一个服务的过程 那如果大家刚刚有上网去找到制造工具报的话 可以看到我们官网有相关的流程介绍 那我这边就不多说 好那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sample 就是说我们之前有一个高阶虚拟实境的控制手 他当初进来我们这边被扶导的时候 他就是出现一样就丑丑的用市面上的手套 还有罗板这样子 那到后来之后呢 进到我们这个团队 我们物联网制造基地之后 我们帮他做了各方面的评估 还有优化的部分 包括阶段性的服务验证 好我们最后最后完成了能格量产级的效能优化 我们也在 也帮忙连接了 时政场域就是威风男生的开幕 然后我们让这款手套与车商合作展示 好这个大概就是 如果有商品 你们有商品团队 进到我们物联网制造基地的时候 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流程服务 好最后最后就是说 产业制造转型机制的部分 就是让大家最近很耳熟能详的数位转型 那知道台湾有很多很多传统产业 也一直在寻求一些转型的方案 那我们这边会提供一些 长域的未典分析 以及需求访问的一些服务 然后希望可以帮助台湾的这些产业 可以加速到数位转型的一个面向 往这个方向去走 这样子 好最后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刚刚提到的国产IC开发套件 就是基金光电款 DSI6537的实作training 我们这走到台北 是5月20号的台北厂 然后报名王子在右边的QR Code 那再来是跟今天相关的中光电智能感测款 在今天线上的实作说明 线上分享会之后 我们还有陆续展开台北台中高雄的三场实作training 那报名王子在这边 也欢迎大家进入 那如果你是身为有拥有各种拥有专业技术 可以服务到我们这些团队的人 那有兴趣加入我们 成为制造服务团的话 也欢迎你扫QR Code 申请加入我们的这个平台 好那如果更多的物联网制造地域的资讯的话 可以扫QR Code到我们的官网 我们有更多详信的说明会在官网上呈现 或是你也可以email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有专人可以回信给你 好那到这边来的话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中光电智能感测的KC 我来做介绍 那欢迎KC Hello KC Hello大家好 我就开始来介绍一下 那我们 我是中光电智能感测的工程师 那我叫KC胡开成 那今天的话就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开发的一个AIoT的开发版 那我们叫ColeMaker 首先的话就是 我今天的报告大概会分四个项目 那一开始会对我们公司做个简单的介绍 那在接下来的话呢 就会开始介绍我们的ColeMaker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ColeMaker 怎么样去使用AI的功能 那我们所搭配的一个AI的Tool 做一个简单介绍 那最后的话就是会讲解说 我们使用我们ColeMaker的话 可以有哪些的优点 那首先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公司 我们叫ColtronicMens 那也就是中光电智能感测 那这个我们公司名称可能 大家比较不是那么熟悉 那我们是隶属于中光电 就中强光电集团下面的一个子公司 那中光电的话就是说 主力的产品是在那个背光模组 还有投影机 那如果说大家有注意到的话 就是投影机 如果有在使用 投影机的那个 看它开机的萤幕啊 可能会看到有个叫 那个Optima 这一个logo的话 那个就是我们公司的产品 那在18年的 就是公司在18年的时候 就是开始陆续的 我们有发展AI相关的技术 然后也有去 就是建立了几家公司出来 那我们的话就是其中一家 叫中光电智能感测 那我们主力的产品的话 是在做那个感测器 就是Sensor的部分 那我们是在2013年成立的 那当时的话是叫GlobalMens 那后来的话是在19年 加入了中光电集团 那我们公司的 那个我们公司主要的话 就是在做Mens的开发设计 所以也可以说是Design House 然后我们有在台湾 就我们在台湾 就有自己的供应链 包含从晶圆厂封装到测试都有 那我们主要会是在做 移动跟移动比较有关系的 这方面的先Mens的技术开发 那主要的话就是做Mens的设计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也会提供一些 客制化的封装方案 然后再的话我们也可以 我们公司也有自己做校正的设备 那最后的话就是我们近几年会比较专注在 推动一些感测器的模组 还有一些子系统的开发 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公司目前的产品 现在也在市面上有在做量产的话 就是最左边这边的那个胎压跟感测 胎压感测这一块 那就是有压力机的部分 那还有水压跟血压也都是 那中间这边的话是现在 就是要进入量产阶段的 那就是这边是属于压感类的感测器 那在右边的话就是光学的这个感测器的部分 那这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开发中 那未来就会搭配我们集团内的其他子公司 他们所开发的产品 比如说机器人啊 自驾车啊 或者甚至我们也可以找 目前市场上比较大的自驾车的公司 然后去做合作 那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目标 那再的话这个是 我们现在正在就是比较主力在推动的 的那个感测模组 那我们感测模组来讲的话 都是应用在工业上面 大部分都是在机房里面 可能是半导体的 那或者是传统产业的也有 那最主要的话 我们是透过振动的感测 这个也就是加速度的感测 所以我们最主要的产品 就会是加速度的感测器 那在我们也有 同时有做那个人机界面 就是这个HMI的一个基边显示的装置 然后还有就是压力的部分 也有也有做在应用在工业上面 然后还有一些那个资料收集的这个装置 那最后的话我们也有提供一个 我们自己的一个叫Sensor Hub 那是负责就是整合这些感测器的资料 然后做后续的传输或者是储存 好 这边说一下 我们公司有在做几个实际案例 那首先的话是在半导体厂里面 那半导体的制造的过程 它中间有一个过程叫建渡 那建渡的时候 这边有用到一个那个Bump 那这Bump 那这Bump就是如果它损坏的话 就是这整炉的晶圆都会 基本上就是都报废了 那所以我们要去想办法去侦测 这个Bump是不是要损坏了 或者是说它已经损坏的时候 我们要发出警报 所以这都搭配了我们的那个感测器 然后还有我们的Hub 然后去做一个侦测 那我们在实际案例中 我们确实是有侦测到说 当Bump有发生问题的时候 它会有出现不一样的震动讯号出来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讯息 要回报给那个就是这个设备的厂商 或者是那个半导体厂 当在现场的工程师 那他们就会赶快的去处理 然后避免就是损坏的情况过于严重 那再来的话就是 这个是在一个比较偏向传统产业的部分 它在做钢珠研磨 那钢珠研磨的这个制程 它的时间其实是非常久 那基本上都是8到12小时 它要磨一组这个钢珠出来 那它磨这钢珠的时候会用到一个砂轮 那这个砂轮呢 有时候它就就是磨一磨 它有可能会因为一些异物进去 导致它的那个轨道有崩损 甚至整个砂轮有产生裂痕 那这个时候基本上就会 会造成说这整批的滚珠 然后就会就就就损毁了 而且你会浪费掉很多时间 因为通常来讲这个问题都会是 等到你最后磨完出来的 过了12个小时之后 你才会发现说 啊我这一批出问题了 所以我们就会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希望能够在它制造 就在研磨的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发现说 这砂轮是不是出问题了 然后告知在现场操作的师傅 请他们马上的去把这个机器停止 那就可以节省掉后面的这些 呃就是做白工的这些时间 好那接下来的话 我就开始来介绍一下 我们Comec的那个 整个特色 那我们Comec发展的话 就是主要就是想要打造一个 呃高性价比的一个AIoT的方案 那AIoT就是顾名C它就是AI加上IoT 所以在IoT的部分 我们这个板子是可以提供 多种不同的感测器 那上面的话这些感测器 就可以去收集各式各样的资料 好 像以环境为主的话 我们可以收集 呃温度 湿度 压力 然后还有空气品质 那如果说像有一些在物理变化为主的话 那我们是可以收集加速度 还有声音这个部分 那同时我们也有提供无线传输 像Wi-Fi Bluetooth都有 好那这个是属于IoT的部分 那在AI的部分呢 那我们是有搭配 呃搭配一套 那个 Tiny Machine Learning的一个Tool 那这个等一下我在后面会介绍 那这个搭配这个Tool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把 呃就是在云端上面去 做演算法的开发 就是透过我们的ColeMaker去收集资料 然后标记完 然后云端上面开发 开发完以后呢 我们再把它的 那个训练完的这个模型 再烧录回ColeMaker上面 那这样子的话 ColeMaker就可以 根据这个模型 然后去做 呃去发出一些判断后的结果 那就可以搭配到一个AI的功能 那在演算法开发这个部分啊 呃我们的话是 像是 使用者想要自行开发也是可以的 那或是说也可以委托我们 来进行专的开发 然后再来就我们这个 呃开发我们使用的这个 演算法主要是属于监督室的 监督室学习的演算法 所以会需要一些 呃就是你在使用的时候 其实可能会需要一些 这个领域的一些专业知识 你才知道怎么样去分析这些资料 好接下来介绍一下 我们ColeMaker的整个外观 它的硬体部分的 的特征 那首先的话 呃整个ColeMaker它的长宽大概是 呃5.6公分到比4.5公分 那这长度的部分其实是有包含那个WiFi天线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把WiFi天线扣掉的话 大概就是呃5公分的长度 好那在现在在右手边显示的这边的话 我们有4个呃4个呃4个元件上最上面那个就是呃我们的SD卡 所以我们的ColeMaker其实是可以做本呃呃就是本地储存的功能 呃在中间的话是我们的麦克风 麦克风的Sensor 那麦克风的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是使用 就是它的那个声音进去的孔 孔位是在下方的 所以它的那个 我们在这个ConeMaker的背面 它有开一个孔 那个孔就是声音进去的位置 它不是在上方的 那再来的话就是中间的部分 就是我们使用的擺孔 那我们用的这个微处理器 是用新唐的Cortex M4系列的 微处理器 那在效能上面来讲 是相当不错的 那这一款处理器也是 专门为了做这种IoT的 应用而开发的处理器 那再来的话 我们有提供一个 Micro USB的那个连接附 那这连接附的话 它除了可以传递资料以外 它也可以同时做 电源的供电来源 好 那再来的话 下面的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有提供一个 Microbus的那个扩充的角位 那你可以从这些角位端点去连接 比如说像额外的感测器啊 或是你有想其他的装置 想连在上面去获取资料的话 都可以透过这个地方去做延伸 那在我们中间的部分 就是在刚才有提到那个MCU的旁边 我们有提供一个RGP的LED灯 那在左边这个部分的话 主要都是感测器的部分 那有一个上面有个银色小颗的 那这个是我们的压力感测器 那在它的隔壁就是一个环境感测器 然后这环境感测器就包含温湿度 跟那个空气品质 然后在最下面这个黑色的这一颗的话 就是我们的加速度的感测器 那最后的话就是我们上方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就是有提供 两个按钮的控制按钮 那其中一个我们预设是作为Reset使用 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可以是给User去做开发设计用 然后再就是那个刚才看到绿色这一块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Wi-Fi 还有蓝牙的那个模组 那这边的话就就是软体部分的一些特色 那我们使用的是Aum的Embed OS 那用Embed OS的话 它是用C++开发的 所以它在延伸性还有这个就是重复使用 就Reusable的这一个这个特径上面来讲的话 会比你用C写来的好一些 在物件导向情况下 它会比较容易去实作 那再的话就是 我们的这个板子上面的Sensor 我们都有提供它的Driver 然后包含那个Wi-Fi 蓝牙还有那个SD card的部分 我们也有提供Driver 所以可以直接就是 直接呼叫那个Driver的Library 就可以使用 那不需要自己再做那个Driver的编写 那再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在上面 去运行一些比较轻量的AI的模型 那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Callmaker 去做一些资料的截取 然后我们在说明这边 我们会提供一些demo的影片 然后我们也有一些说明文件 然后包含一些Simple Code 那这可以方便使用者 就是快速的可以开始 快速的入门 然后来操作Callmaker 去做使用者想要做的工作 那这边我稍微展示一下 就是我们先前有用Callmaker 去做了一个简单的声音辨识的demo 等会儿 去做吧 去做工具 可以 去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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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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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顽门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在这个demo里面我先说明一下我们所使用的这些就是整个demo的情境大概是怎样子那首先我们就是有用一个蓝牙喇叭这个就负责播放音效然后我们有有就是剪辑了一段音效那这个音效里面其实就是有各种的游戏的音乐然后还有一些像那个游戏会出现的枪声那我们把这些音效就是混合混合接起来以后然后又在comic里面我们其实有一个训练好的 那个音效的辨识的模型那这辨识模型我们主要是希望他能够比较明就能够明确的分出枪声来那他的输出的方式我们就是采用那个就是我们用一个LED的灯条然后在灯条上面去做不同的灯效显示那像刚才这个demo影片来讲呢就是说呃在不同的音乐的就不同的音乐的区段那他会显示的是不同的灯效 然后等到一道枪声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在闪烁的这个灯效会出现那像在影片中刚才的话我们枪声有出现在两段的地方那两段都有都是出现同样的那个闪烁灯效所以代表说我们这里面这个AI他其实是有有准确的判断到说呃那个枪声发声的这一个这个音效出现的时候 那这就是我的demo 那CoreMaker整个使用的方式的话我们大概可以用这个图来说明一下啊首先的话就是我们可以透过CoreMaker来做资料的截取那这个资料截取当然就是说像刚才demo也是我们是用声音那或者说你也可以想要抓加速度也就是说我们的震动的讯号那还有像里面我们 我们也有呃有温度有湿度那也可以来空气也有空气品质像你截取这些讯号进来那你就可以用这些讯号来做一个模型的训练那这边的话这个模型训练有刚刚有提到我们是在线上做那做完以后我们就会把它的呃Library然后download给下把它download下来然后再透过我们的烧录软体把它烧回我们这个CoreMaker上面的MCU里面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CoreMaker就可以就可以做 做一些呃就搭配AI来做一些呃比较进阶的应用对像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居家环境检测那这个就是智能居呃智能居家或叫智能家居里面常常会使用的一个情境那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在工业工业的一些呃应用里面做检测那就包含像我们公司之前会有做的像那个 我们检测那个监督机的bump啊或者是像刚刚有提到那个呃砂轮砂轮的那个震动的情况啊像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透过AI的方式来做检查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就来介绍一下说我们所使用的搭配这一个AI的tool那这个AItool叫做SensorMail就是Sensor的Machine Learning它是把它拼起来所以叫SensorMail 好这一套工具呢它主要是呃开发这所谓的那个Edge AI就是边缘AI的这个一个工具啊那它的它使用的技术是Automachine Learning也就是说其实你只要给它一些基本的参数它会自动的帮你去建就是去建构出模型来那所以说呃这个对于使用者来讲它的入门门槛就会第一相相较于传统的那种AI的 开发方式它的入门门槛就会低很多而且它这个tool它有提供呃一整套完整的模型的建构功能包含从呃前面的资料收集那到那个资料标记 后面演算法的设计然后还有它产生产生那个可以放在烧入在分位里面的呃程式码或者是资料库那最后它也有提供线上的测试功能 所以也不见得说我一定要呃使用就是一定要先把它烧到呃那个MCU里面我才可以去做测试它其实可以在线上就直接对模型做一些简单的测试对所以它在开发的这个流程来讲它是相当的快速的 然后它的特色呢就是这些刚才提到那些功能它其实都有提供一个呃图形化的界面可以去让使用者来操作所以在操作上面来讲其实相对来讲是相当直观的像左边这边就呃展示的就是它在做资料标记的时候那你可以直接在画面中看到说你收进来的这个资料它的呃比如说像这个图来讲它就是呃加速三个轴向的加速度 SYZ轴的加速度那你可以直接看到它的波形变化那你就直接用滑鼠用拖拉的方式你就可以去做呃标记的区域然后去选择说呃我这个区域代表的是正常讯号还是异常讯号那这在标记上面就会很方便那再来的话在模型训练的部分它就是把整个模型训练的流程啊做的很像呃就很像那种方块图 或者是在拼积木一样它把每个功能都做成一个一个的呃呃原件或是你可以想象成是模组那你在使用的时候你只要把对应的对应的这个模组把它拼起来那它就会自动的帮你去做这个模型的建建构那建构出来以后呢它可以在线上直接做测试去显示你这个模型的呃准确度那如果说你这时候测试你就觉得哎准确度不好我不满意那你就可以再再从 比如说你可能从资料或是你也可以从模型的一些呃其中的几个模组去做一些调整那就可以快速的去训练出些呃就是符合你想要的模型好那在使用CoreMaker收集资料这一块因为我们CoreMaker有支援它的SenseMail的这个资料截取功能那在使用的时候其实你只要把呃等下后面会有讲到说我们CoreMaker的呃那个 就是这个这个分位的SenseMail的SenseMail的SenseMail那在他整个SenseMail这一包里面呢我们就有一个 那个设定档那只要把这个设定档汇录他的这个资料截取的工具叫DataCapture Lab那只要汇录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使用CoreMaker然后搭配这一个它们这个Tool的界面然后来做资料收集 那接下来的话我会 我会demo两个实际的范例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 如何去做这个资料截取的部分 那首先当然是 我们要去下载它的 这个Data Capture Lab的软体 那下载下来以后 我们要做会有几个步骤 要先去进行 那就是当然是说 你要先开启它 开启这个软体 然后我们要建立一个专案 那在专案建立好以后 我们要汇入CoreMaker的这个设定档 那这个设定档的话 基本上只要汇入一次就行了 那后面的话 它就会记住在里面 你就直接选择它就好 不需要再特别的设定 那再来的话我们就要切换 那个感测器的资料输出类别 那这个部分的话 等一下后面还会有投影片 在做详细的介绍 然后还有第五步的话 就是我们要去建立整个 sensor的设定档 那这边的话 就是说它会针对不同的 sensor 因为我们CoreMaker上面有 四颗感测器 那就是这四颗感测器的话 它会有每个感测器 有它各自的设定档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每个感测器 你都需要去做 做一次的建立 这样 然后最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始开启连线 然后跟CoreMaker做连接 然后并且收取资料 那这边的话就是刚才提到 感测器的资料输出 切换的这个功能 那在CoreMaker上面 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看到 我手上拿的这一个 就是我们的CoreMaker 那在它的按钮旁边 有一个 比较小块的这个拨扭的地方 那这上面的话 有四个可以拨动的 就是四个拨扭的选项 那就是这上面的话 你帮我把它靠镜头一点 好 这样吗 然后中间一点 对对对 对对对 有有有有 谢谢 那就是这四个拨扭 它的那个使用的 就是拨动的 on-off的顺序的话 那就是 我就直接显示在投影片里面 那这些我们会在之后的 说明文件 然后还有我们后续会有 三场的实体课程 那这上面我们都会在 更加详细的去介绍说 怎么来使用这一个部分 对 那就是根据这一个 这个开关的on-off的 的状态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决定说 我要输出的是加速度的资料 还是我要输出环境的资料 或是声音的资料 或是压力的资料 像是这样子 好 那在建立这个sensor的设定档的时候呢 就是有一个地方就是要注意是说 我们有一个预设的 sampling rate的这一个设设定值 那在声音的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每秒会收2000笔的资料 那加速度的话预设就是3200 那环境跟压力相对来讲就是 我们sampling rate会比较低一点 因为毕竟 像比如说如果我想知道温度 我也不太会说我可能 一秒我要收个十次的温度数值 它通常都是 一秒一次或甚至几秒一次 应该就是OK的 所以在环境跟压力这边 我们的设的sampling rate 就会预设值会设的比较低一点 那当然这些预设值都可以 都可以透过修改氛围里面的参数 来做调整 那这也都会在之后的课程 然后为大家详细的介绍 好 那最后的话就是要连接 我们Comec跟电脑 那它连接的方式就是 直接用Micro USB的这个线 然后跟你的PC做连接 那连接起来的状态 大概就会像这样子 你还可以看投影片上面的图 或者是说看我现在 荧幕上面的这个Comec 你会看到它的那个红色的LED灯 然后会是一个闪烁的状态 它是一个呼吸灯的这种灯效 那这就代表说我的Comec 已经有正常的上电 并且在运作中了 然后这时候的话 你再按下这个 刚才那个Data Capture Lab 这一套软体 它的一个Connect的这一个按键 然后按完以后 这边在这个SW2 就是刚才那个 使用者定义了这个按键 按下去之后 它就会开始进行连线 那这边的话我也可以 我现在来做一下这个 连接的操作 那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呢 就是那个Data Capture Lab的画面 那我照刚才我的说明 我按一下这个Connect 然后接下来我按一下SW2 好 这时候你就可以在画面中间看到 波形的波形出现 那我现在这个用的模式是 麦克风模式 所以你会看到说 它第一个只有单轴的资料 像如果说我们用加速度的话 它会有三轴 三轴的资料 就有三条不同颜色的线 那我现在只有麦克风 所以它只有一个线 然后再来就是现在我在讲话 那所以它的那个震动的这个波形 就会跑出来 那如果说我不讲话 好 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它这条线就是平平的 就是刚才我没有发出 什么特别的声音 好 那这就是 我们使用Connect来做资料截取的部分 这是及时显示 那等一下 接下来的话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去把刚才 我们这样收到的资料给 抓下来 把它存下来变成一个档案呢 那就是在刚才这个 这个画面的右下角 我们有一个Star Recording的这个按钮 那按下去之后 它就会开始做记录 那它有一个预设的档案储存位置 那这边它会就 在这个位置下 它就会用.csv的档案去储存 不过声音的部分 它是比较特别 它声音预设的话 是用.wav 就不会是.csv 当然它这个软体里面 它有提供转档的功能 你可以用那个转档功能 把.wav 档转回去变成csv档 那你也可以用像.ecel 或者是.open office 去把它打开来看 那这边我也来. 显示一下说 展示一下说怎么样来录这个 就照刚才说明 那我这边按一下这个Star Recording的部分 好那我现在开始讲话 那这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一些波形出来 那等到我想要 我决定要录到这个时候结束呢 那我就再按一次 它这时候就是变成叫Star Recording 好 这样按完以后 那这边就会有一些设定值 比如说像你的档名啊 或者是有一些你想要给它的注记 反正好了以后我就按Save 好这样存起来了 那刚存的档我要怎么看呢 其实它从这边的这个Project Explorer 里面就可以看到我刚才存的档 那我刚才存的应该是最下面这一个 然后这样点两下就可以开启了 好这个现在你看到这个波形图 其实就是我刚才用Colemaker录音的结果 那像还有刚才之前有提到标记 我就在这上面用右键点一下 它就会出现你要标记的区间 我就用滑鼠拖拉的方式 我就可以去确定说我要在哪边做标记 然后在标记这里 我就可以去增加它的标记的内容 那我就先随便选一个 那这样子的话 好这代表这标记完了 我按了储存 它就把它存起来 那这样就是等于是完成了一笔标记 然后之后就可以做AIA方面的控制 那这个连线建立的这个流程啊 我们是透过SenseMail它的工具嘛 那有的使用者他或许说我不想要用工具 我想要 我有我自己的工具或是我想要自己写程式去 去建议这个连线 那我们也有提供这个整个建立 连线建立的这个流程 所以你也可以直接使用 像我们这边的话是使用UR的这个传输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UR的连线的连接 跟Comic做连接 然后连完以后 再透过一些软体 像譬如说Teraturn这样子的一些可以看 可以看UR的软体 然后你就可以去做操作 那首先的话呢 就像刚才一样 按下那SW2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会送出 那个代表你的这个资料输出格式的一个Json的自串 然后你收到PC端收到这个自串之后 你就回送了一个 回送一个Connect这个自串 然后代表说我这连线确认 那这时候 Comic收到Connect这个自串之后 它就会开始 它就会确定说连线现在是要建立 然后它就会开始送 一直送出那个感测器的资料 那如果说等到你PC端这边 觉得说我资料收集完了 那我要结束的话 再送出一个Discount內的自串 那我们就会中断连线 所以用这种方式 其实你也可以用 自己写 使用者可以自己写程式 或是用其他的软体 它只要有办法 模拟这样子的一个沟通行为 它就可以去收集资料 那这边有一个小地方需要注意的就是 因为我们是透过UR传输了 那UR传输的格式就是 8bit的onsign integer 所以你在接收端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资料再合并为 16bit的side integer 这样的话它才是正确数值 不然你会看到的应该都会是 会是一些乱码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的话 讲第二个这个就是我们的开发的步骤 那首先的话就是我们要去GitHub 去下载我们的任体的那个source code 那在GitHub上面下载的话 我是比较推荐使用 我们就使用指令的方式 或者是说有使用者比较习惯 用GitHub Desktop的这样子的软体 可以去下载完整的程式 因为我们的分位里面有包含 MVOS的source code 那如果说你直接 从网页的方式去下载的话 它不会下载到MVOS的source code 你变成说你还要自己额外再去下载 所以如果是透过指令的方式的话 会比较方便一点 那下载完以后就进到刚才 你下载那个分位的资料夹里面 那我们再输入这一行指令就行 就是MV2-2S 诗问是有什么问题吗 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就继续哦 然后加螃蟹继续 是 然后后面-M AIoT2101 然后target的话 我们这边设定是用GCC底线on 那这样的话就会开始做便译了 那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你的便译时间大概会比较长 那这个长度会根据你使用的 你编译的电脑 它的CPU的Power来看 如果说你的CPU比较快的话 可能就是十几二十几分钟 那如果CPU比较慢的话 可能会要到一两小时 甚至三个小时以上 这个只有第一次会比较久 那你在后续编译的时候 其实它速度就会快很多 大概就只有几分钟就可以解决了 那编译完成的时候呢 它会产生一个叫 AIoT底线2101.bin 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就是拿来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烧录到 MCU里面的烧录档 然后再来呢 我们要先 我们要进入这个烧录模式 COMIC要进入烧录模式 那它进入烧录模式的话 那有几个步骤 首先呢 就是我们要用MicroUSB 跟电脑去做连接 然后连接完以后呢 它会是一个同时的LED灯在做闪烁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同时按下两颗按钮 有SW1跟SW2同时按下 然后接下来呢 那我们要先放开SW1 就是原本那个Reset的那一个键 上面这一颗 好 再来的话我们再放开SW2 好 这时候的话 COMIC上面的这个红色LED灯就不会闪 就上面这个灯就没有任何的在闪 那 这时候代表说我现在COMIC是进入烧录模式 那如果说我这样子做完以后 它灯还是闪怎么办 没关系 你就再重新做一次二跟三的这个步骤 两个按下去 然后再依序放开 它就可以 就会进入那个烧录的模式 好 COMIC进入烧录模式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要开启 我们的我们提供的这个烧录的程式 那一样在分位download下来的那一个资料夹下面 那我们会有一个叫CMC底线ISP的这个指控录 那进去以后有一个压缩档 把这压缩档解开以后呢 就可以有一个有一个点ESC的执行程式 那就把这执行程式跑起来 那它的界面就会长得像 我现在投影片显示的这样子 那我们就 就是依序的去选择我的连接的interface 那我们这边的话通常是 因为我们是用MicroUSB连 所以我们这边会选择是USB 然后选好以后呢 我们再按右边的这一个connect按钮 按下去之后 成功连线的话 它就会显示connected的这一个讯号出来 然后再来呢 我们就去选择我们要烧录的 那个分位的烧录档 也就是刚才有提到的那个 AIoT底线2101.bin的这一个档案 然后选择好以后 我们就按start开始烧录 那烧录的过程中 当然下面会有一个 就是会有一个bar会跑进度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有成功的讯息 那这样就代表我们整个烧录的过程 就是完成了 好那以上就是那个我们整个CoreMaker开发的一个 一个步骤 那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 就是整理一下我们的这个CoreMaker有什么样的优点 那首先的话就是说当然我们CoreMaker用起来 我觉得是相当的方便 因为即使你不想要用它的AI功能 我们CoreMaker也可以作为一个资料收集的工具 或者是一个就是反正就是一个电路板 那我们可以你也不需要在上面修改程式 因为我们本身内建就会有基本的分位在里面 你就可以直接透过CoreMaker来做资料收集 那再来的话我们有提供四种感测器 那里面包含了加速度、声音、温度、湿度、气压 然后还有空气品质 我们有六种不同的资讯可以让使用者来使用 那这个在收集还有你的应用的话 就我们有提供非常多元的资料输入来源 那再来的话我们可以提供 使用CoreMaker的话 其实我们在开发来讲 相对来讲是比较简洁快速的 因为我们都有做整个 不管是编译还是少路 我们都有做一些流程的简化 有些简化的指令 所以在整个流程处理起来 其实是应该是会蛮方便 然后比较不需要说 就是我要做好多步骤 我要设定很多东西 我甚至要改很多城市 这些应该都是不需要 那再来的话我们的AI的部署 也是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我们搭配CentML的这个Tool 那它使用的图形化 还有模组化的这个开发界面 所以它整个开发门槛 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 那你不需要 就是你不需要有很专业的 AI的知识 或者说你要很专业的城市开发技能 那你才可以去建立这个AI模型 你就可以透过图形的方式 这样拉一拉选选 然后输入几个重要的参数数值 那它就会自动帮你去产生一个模型出来 那再来的话 我们的Comic有提供无线传输的功能 就我们有内建Wi-Fi跟蓝牙的模组 所以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远端的资料收集 然后同时我们也有提供SD卡的这个储存的模组 所以你可以在本地端就做储存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像我如果说我有一些应用 可能是在一些比较险峻的环境 或是比较恶劣的环境 人或者是说你的资料结群 可能要搭配一台PC 那这个PC可能就不太适合放在那边 有可能空间太小啊 或者是环境不好啊 容易下雨 可能容易潮湿什么之类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SD卡去做记录 那就放在你想要感测的位置 那我们可能定期的去收一下这个资料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这也算是我们Comic的一个特色 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使用这个Arm的Cortex-M4的核心 这个新唐的M484的麦克风 那这个麦克风的话 它的效能来讲是相对是比较好的 那最高的可以到192MHz的这一个 这个clock rate 然后再来的话 它的功耗也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 就是平均下来的话 在运作状态的时候 大概每MHz大概是消耗175的μ1 就是微安培的这样子的功耗 那如果说是在待机状态下的话 甚至可以低于一微安培 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做了 对Comic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总结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说明内容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的话 也欢迎来发问 好 谢谢 谢谢那个Taisy 那我们在QA之前 我们欢迎一个嘉宾 神秘嘉宾 就是 请问House在吗 Hello House 我在 Hey House House是新唐的行销应用处的处长 那今天也很开心那个House有参与我们的线上说明会 那我们请House帮我们讲 分享几句话可以吗 那KC你这边先hold住 谢谢 好 那今天非常感谢KC为各位带来非常精彩 而且非常实用的这个演讲 那其实我们新唐跟CMAS在过去三年的时间之内 我们在为国内的这个AI的这个产业 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驱动跟这个活动 那今天这个演讲也看到有一百多位来宾来参加这个演讲 其实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个经验 那如果因为像我过去在ON的这个AI的这个演讲会上面做分享 常常遇到来宾都会说 那实际上很多这种比较空泛的AI的这个演讲的内容 实际上如果今天要Hands on 要在实际上的场域上面应用 会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平台跟方便的工具 你在Data Filtering或Data Levering 还有在这个一开始要做Big Data的录制上面 以及在Training最后要部件 其实CMAS都提供了非常非常完整的解决方案 让各位可以不需要像以前 如果你要做一个AI的Data Training 你需要先考虑 我要怎么样录制这些资料 我要怎么样训练这些资料 如果我今天不会训练 不会录制 那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来提供出来 让各位可以使用 那我们很开心就是资测会跟这个CMAS 在今天这个演讲会里面 洗手把这个整个的解决方案都给各位做一个说明 那如果陆续各位在会后 有任何想要做AI的这样的实践的话 欢迎就找CMAS去做联络 那身为新唐原厂 我们是在国内第一支持 这个CMAS的AI的这个platform 那如果各位有任何的需要 或需要进一步了解 也欢迎联系CMAS这边 以及我们新唐Marketing 来为各位帮助各位来建立台湾的这个 AI的Hands-on跟实作平台 那也跟各位讲一个好消息就是 接下来我们新的platform也陆陆续续 跟CMAS会有很多的新的开展 所以目前这个 现在您看到的这个平台 只是我们的第一个平台 那我们在刚刚一开始 Case演示的 我们包含在machine learning 应用在游戏 还有在很多工业远端遥控的场景上面 都有非常非常多成功案例 今天这个演讲 只是给各位一个逗点 让各位知道我们新唐跟CMAS 跟制作会在过去的30年的 最后的一个成果的一个output 那这个output可以帮助各位快速的去pick up 就是落地跟AI这个观念上面的一个差距 那我们接下来的roadmap的update 也会让各位有更多更新的这个平台可以使用 那以上大概是我今天的一个注解 谢谢制作会今天的邀请 跟CMAS的演讲 谢谢 谢谢House 谢谢 谢谢你百忙之中来那个参与我们线上的分享会 也希望我们这样的合作可以 推动台湾的很优秀的半导体的这些晶片 还有模组可以 还有结合这样优秀的SI 以及像那个CMAS这样的公司 可以创造出很优秀的成果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我们到QA时间 那不知道聊天室现在看着大家很害羞 没有人留言对不对 好没关系 我这边其实有私讯收到几个问题 我这边可以来 有我这边 OK好 有人提问了 请问KC 请问训练AI模型有什么限制或建议吗 训练AI模型的话 就是我这边应该算是比较想建议 就是可能要先了解一下 你想要应用的情境的一些domain knowledge 像比如说我想要透过麦克风来收资料 那或许可以先做一些功课 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子去 就是针对声音方面 音讯方面有什么样子的特色特征 那大概要怎么样子去做资料的截取 那如果说有这方面的知识的话 那你在做训练的时候 其实是会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有帮助 会比较快速可以上手 然后训练出来模型也会 相对来讲它的辨识率啊 然后正确率都会比较高一点 就不会说有点像 我一直在train arrow这样子 这样会比较适合 OK好 希望有回答刚刚这个问题哦 那再来有另外一位学员参与者 有想问说 请问刚才介绍的四个感测器 不能同时录制吗 当然是可以 那只是因为说 我们在搭配SensorMail的这个tool的话 它的就是它在上面的设定 就变成说 你要先事先去定义好 那你要用哪些Sensor 当然它的设定 你也可以说是多Sensor 然后做一个SensorFusion的 这样子的操作 那只是说 我们现在在展示的过程中 我们都用比较简单 就是单一的一个Sensor的控制 对 那这个当然是有办法做到的 OK 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好 再来有一个来宾想请问说 刚刚提到的神经网路模型 是像图片模块那样拉的 没错吗 神经网路的模型 它也是有像那样子图块拉 但是它不是说 可能没有像 就是可能 就大家平常会看到 那种神经网路的 就比如说我可能拉 我想要决定哪些神经元是做 或哪几层神经元是要做 什么样子的计算 它其实没有办法是做到这样 它比较像是 拉一块 它就是说 我这个就要用neural network 的这样子的模型下去 然后接下来我要定参数 这样子 OK 好 希望有回答到这位来宾的问题 那再来呢 有人提到的问题是 请问讯号截取特征是在PC做还是在M4把色相做呢 讯号截取特征 这截取的话是在PC上面做 所以在截取的时候会需要用PC跟Comec做连线 那像刚才有提到你可以直接的方式 我就是透过那个Micro-USB直接跟PC做有线的对接 那因为我们也有提供Wi-Fi蓝牙的这个模组 所以你也可以透过Wi-Fi蓝牙做那个无线的这个资讯传信 资料的传送 那只是说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需要去 去修改一遍的分位 然后我们有提供一些Source Code 一些Sample Code 那可以方便使用者可以做一些比较快速的开发这样子 OK 所以这些Sample Code跟Source Code在那个GitHub上面都有公开 对不对 有 上面早就有了 是 OK 所以就是我们可以到制造工具 包括到CMAS的GitHub去找这样的相关资讯 好 那再来就是有一位来宾是问说 这块板子有加速度计 可以拿来做异常震动的检测吗 取样频率大概的规格是什么呢 有 我们的加速度计是可以拿来做震动的异常检测 那它的取样频率的话 我们最低是200 那最高的话是可以到16000 OK 希望有回到这种 回答到这个来宾的问题 那 有 刚刚有提到一个训练AI模型的限制 那他想要再加问是说 请问模型大小或是效能有没有限制 模型大小 有没有限制吗 这个限制的话会是由 那个就是Sensivel他们的他们在做这个Automagin Learning 最后你去做下载这动作 他会有给你 给你五个方案去做选择 那这五个方案的差别就可能是说 他在计算力 还有他在那个Memory的使用量 来讲他会做一些 就有点像是一个Trade-Off 那你可以根据你的 你想要在运行的这一个platform 它的效能 然后去选择一个适当的 那如果说你现在这样子训练出来 可能就是 因为像我自己也遇过这样状况 我在 我在试作的时候 我有可能说我训练出来的 这五个模型 我统统不能用 在我的 在我的ColeMaker上面可能都跑不起来 那这个时候就代表说 你可能 在模型建制的这个选择上面来讲 你选的 你选择的是比较庞大 或者比较复杂的 那个可能是一个网络结构 所以这样子的话 它在运行上面就会比较困难 这个东西是 就变成说你可能要去参考 你自己使用这个platform 它的效能来决定 OK 刚刚有一个问到 有一个来宾问到 神经网络模型 的部分 它是有在追问一个问题 是说 那那个部分的话 是还是要自己架构 还是里面有内建的demo呢 有 在Sense本有 它自己的官方网站上面 其实也有蛮多 这方面的demo 对 所以也可以参考它的那个demo 去实作你的这个 神经网络的模型 OK 谢谢KC 好 那哇 那个问题蛮 蛮 蛮踊跃的 好 我们接下来 还可以吗 撑得住 可以 我们继续 好 那个有位 刚刚有位来宾是 有问到说 感测器最长录制时间为何 那是和记忆体有关吗 最长录制时间 是指说 SD卡的部分吗 如果说你是跟PC接的话 那基本上是没有 应该是没有 所谓的最长录制时间 应该就是到你的PC 能够负荷的极限为止 这样子 那如果说是SD卡的话 那当然它就是 只能存到SD卡的容量上限 对 那资料量的大小 那当然就是根据 你在设定这个ConeMac里面 Sensor 像刚刚有提到 那个Sampling Rate 你如果给它Sampling Rate 比较高 它每秒记录的 资料比数比较多 所以它的档案来讲 它每次存下一个档案 就会比较大 那它很容易就可以把 就会比较容易就把 那个SD卡的空间给塞满 那你能够存的时间 相对一点就会变短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好的 谢谢大神的提问 也谢谢KC的回答 那刚有人问实体课程时间 等一下我们会把 那个课程报名表 把它放在聊天室 那还有刚刚有来宾 继续提问 就是上面的AI模型 是比较像传统的MLP 而非CNN那类 是这样吗 模型比较像传统的 后面AI模应该是 Sense ML的模型的意思 对 它的模型其实有 Sense ML它其实有提供 几种模型的架构 那像最基本的话 就是做一个Pattern Matching的 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的方式 那说白了 这个方法会比较简单一点 就等于是说 我订了很多的Stretch Hold 那我就是 每个Stretch Hold 都去做判断 那只是我们以往的做法说 这我也可以直接写程式 做出来啊 当然是可以 可是如果说你的 feature的数量 来到了20个 30个 40个 那你这样每个Stretch Hold 你都要用人工的方式 去做这个Stretch Hold 的界定 相对来讲 就会比较困难 那它的AI 其实就是在做 这方面的处理 那它也有提供像 数状网路 或者是说也有一些 那个就是 类层精的这种网路 那这 如果说使用类层精网路的话 那它会 可能会比较偏向 是说它会用在一个 计算力 要稍微强一点的平台上面 它才有办法跑的 就是比较能够顺利的去运行 这样子 OK 好 谢谢Casey回答 那刚刚还有一个来宾友 在提问 就是模型转入M484 那M484 转入M484之后 就无法截取特征 也就无法做AI了吗 是这样的吗 模型转入M484以后 对 是不是就无法截取特征 它的意思应该是 你的意思应该是说 就是模型 我能不能够直接在M484上面 做即时的更新吗 那这个基本上就不行 对 因为就是你模型训练完以后 它已经就是 就是算是你把包起来成型了 那里面的话 它不会 它并没有提供说 可以让你在外部 再去控制那模型里面的 参数的这样子的API 所以等于说 你训练完以后 稍入进去 它就会是那样子的 OK 希望有回答到那个 吴奇峰老师的问题 好 那再来就是有人询问说 能够焊接新类型的感测器 到你的CoreMaker上面吗 应该是可以 因为我们有提供 就是扩充用的那些接角 那如果说 就是这些接角 它的那个通讯的 Protocol的话 会在我们的说明文件上面 有 还有我们有DataShift上面 也会有提供 那如果说你要 外接的这一个Sensor的 的通讯的模式 是符合我们这边 CoreMaker有提供的这些模式的话 比如说你可能是 I2C I2S 或者是用SPI 像这样子的话 那就可以沟通 这样子 好的 那感谢Case回答这个问题 那再来还有一位 刚刚也有发言的来宾 就是跟AI模型大小的 类似的 一样的问题 他的问题是 那针对目前介绍的 这个版杂 是不是要实际下载 才知道能不能用 实际下载是指模型吗 我想应该是模型 还是您可以开麦克风呢 有啊 我有开 我说那个提问来宾 他可能不行 不方便 应该是模型 对 对 模型 没错 对 他问的是 模型是否要实际下载 才知道能不能用 基本上 应该是说 他 透过System Bill 他去训练出来的模型 大致上都是可以使用的 只有 你在训练的时候 因为你训练完以后 他其实就会显示说 你现在这个模型 会使用到多 他的大小是多大 那 可能 试个几次 应该就可以抓出来 这个range 我自己试啊 就是我自己试的话 大概到 十几K的模型 应该都是 都还是可以跑的 这个有人提到是说 加速器可测量的频率范围 是为何 频率范围 这个我有点不太记得 可能要去 这个详细的规格 我们都会写在 data序里面 但是这个 我现在可能就 比较没有记起来 这一个部分 对 这一题的答案 所以这题的答案就是 建议可以到文件上面 Github上面的文件找 对吧 对对 我们在Github 它的有一个 那个Doc的这个资料夹下面 我们都会有附上 Colmaker 还有包含里面 我们所使用的 这些感测器元件 它的一些datasheet 还有一些spec的资料 OK 好的 好 那 再来的部分呢 好 目前 目前没有人有提问了 那如果有人还在想问题的话 欢迎在聊天室去达输入问题 那我这边先提出就是说 有几个私讯到我们这边来的问题了 我好像刚刚有些都问过 比如说自己外接感测器 或是说可以自己外接麦克风 这应该都是OK的 对吧 对 可以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 有没有AI辨识后 用Wi-Fi传出的案例呢 案例 就我们自己实作的案例 目前是还没有 但是确实是可以 那 之前的话是有 就是像我们有跟一些厂商接洽 那是有 是有一个厂商 他有提出说 希望我们可以透过 这种无线传输的方式 然后来 来送我们AI的辨识的结果 对 是有这样子的需求 OK OK 只是暂时没有案例 但是确定这个功能是OK的 对 好 那再来就是想问说 这块板子的Wi-Fi 还有蓝牙传输 大概可以团多远 这边的话 我们这块板子用的Wi-Fi 它是用802.1B 比较旧一点的这个Portocall 那蓝牙的话是5.0 那是比较新的 那基本上他们这两者的理论值 传输最远的距离理论值 大概都可以到300公尺 不过实际上的话 可能会根据场地 还有现场环境 不过通常来讲 应该都是10公尺 或50公尺以内 这个应该是OK的 OK 算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范围 对 OK 10公尺到50公尺 好的 目前看起来 大家的 特论市面线暂时没有问题 那我这边的问题也问完了 那 如果大家 还是有人要直接开麦克风 做询问呢 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是感谢KC 帮忙回答这么多的问题 也分享了这个Chromemaker One的一个功能 跟3CL怎么结合应用 那就欢迎大家 就是接下来我们有实体的training工作坊 然后会在5月6月7月 分别在北部中部南部各一场 那我刚刚已经把这个报名表的网址 贴到聊天室了 那也欢迎大家来这边做一个 有兴趣的话来做报名 那我们现场会有直接使用Chromemaker的一个教学 对 那就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 也加入我们物联网制造基地 那今天呢 谢谢来参加的 有120多位的伙伴 那我看到蛮多的大神 那就 也谢谢易师傅 然后谢谢 谢谢 我看到有这个老师 还有 嗯 好 对 很多大神 那就希望我们 接下来在实体的training工作坊 就是可以看到大家 那我也知道 我们也知道 因为可能疫情的关系 大家还会有一些concept 我们就会配合政府的政策 去调整活动的内容 那基本上没有意外 我们希望线下都可以跟各位见到面 好 那就谢谢KC 那也谢谢大家 那真的没有问题的话 我大概在几分钟之后 就会把这个会议室给关掉 那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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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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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